秋冬季节气温下降 有人会免疫力变差 身体或脸部发痒 刚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 不久后却开始发红 甚至出现持续性刺痛与神经痛 过没多久 表面长出颗粒状水泡 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 因为您很有可能 感染带状泡疹 也就是俗称皮蛇 如果没有尽早就医 感染后可能会有并发重症的风险 你这个带状泡疹 长在胸部应该非常不舒服 对不对 因为我低头 每次洗澡低头看 很像蛇皮 就很痛苦 所以我会发觉到 如果你意志力不强 可能会有疑症 因为真的很害怕 身受带状泡疹所苦 王女士因为发病初期 突然感到刺痛 皮肤又长出红疹 到了晚上无法睡觉 摸的时候 我这边全部都粗粗的 一粒一粒的 整个从胸口一直到腋下 等到你可能抵抗力变差 年纪变大的时候 就会伺机而动而复发 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可能生活作息不正常 压力太大 年纪大 只有洗肾癌症的患者 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也显示 接受过一些 COVID疫苗的施打 尤其是这些MRNA疫苗施打的患者 也有些人会增加这个 这个带状泡疹再次复发的风险 带状泡疹是水痘 带状泡疹病毒的在体内的再活化 那这个病毒第一次感染就是水痘 那在水痘消退之后 人体无法清除这个病毒 所以会躲在神经节里 那等到成年期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就会再活化 沿着一个神经皮结而再跑出来 带状泡疹的痰痛非常特别 关键在于会像是在烧灼 被电击的感觉 因此非常困扰 常会影响睡眠影响工作 痰痛的时间经常是数个月 甚至好几年之久 带状泡疹还要注意就是它的并发症 最常见的并发症 就是泡疹后的神经痛 那这个每个病患的表现差异很大 有些人病患不太痛 但也有人痛不预生 甚至有病患形容 这个比生产还要痛 那在痛的时间也差异很大 带状病毒它发作的时候 它典型的临床表现 是沿着神经分布 这样子很带状的这样子的一些红疹 还有群聚的小水泡 那早期的话可能是一些红斑 那再过几天之后 会出现明显的水泡 然后通常群聚在一起 再到后期的话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偏紫色 或是一些出血性的变化 接着才慢慢的解痂 带状泡疹 大概75%的case 都是先有痛 最主要就是刺痛 灼热感 那在身体的某一个半边 它叫带状 就是它是延伸体半边 带状分布 通常是先有症状 一到三天后才发症 所以有半边疼痛 灼热感的病患就要注意 带状泡疹生长的位置 最常是在胸部 背部 其次在脸部 由于带状泡疹病毒潜藏在神经节里 复发感染时 会沿着特定神经皮节 散开繁殖 病毒除了造成皮肤发炎 也会侵犯神经 让神经发炎 坏死 产生疼痛 抽痛 酸麻 等症状 基本上我们带状泡疹 事实上它是潜伏在神经节 我们通常比较担心的是 包括分布在脸上 比方说我们的眼睛附近 耳朵附近 可能会造成失明 或者是听力受损 根据研究 99%的人体内有 这个病毒的抗体 其实也就可以解读成 几乎所有的人的体内 都可能潜伏着这个病毒 都有发作带状泡疹的可能 医师提醒带状泡疹 发作危险因子 包括年纪比较大的人 或者是有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 肾脏病 心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 或者是有在使用 免疫抑制剂的人 都有比较高的风险 产生带状泡疹 若能早期使用口服 抗病毒药 就能得到较好的控制 让带状泡疹疼痛程度 能获得改善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